我们现在开始接下来讲第六章 上一章我们讲的有点细了 会脱弹 这一章呢我们稍微快一点 礼拜里有的内容我们可能 此前也说过 以后还会反复的说 那么这一章呢第六章 讲这个中世纪之光 中世纪的遗产 也是同样是为这个 中世纪来 来证明 因为很多的理论家就是 认为中世纪是黑暗的时代 特别有名的 像这个马克思啊还有 很多其他的理论家 都有很多罪恶 如果说中世纪有个宗教裁判所 有过这个黑暗的统治 有过这个专制的 这个统治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 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 是吧 还有这个极权主义的盛行 法西斯主义 是吧 各种各样的 这个罪恶的 这个极权主义 那在这个二十世纪呢 岂不是更黑啊 是吧 这个 文化事要正视这个中世纪 它的一些遗产 它对于后来 近现代文明的这些贡献 非常重要 在这一章里边的 那个 这个 作者呢 柯柯他其实是 主要针对几个方面来讲的 中世纪要讲它的遗传的话 其实可以讲的很多 很多 但这个作者呢 基本上是 在四个方面来展开 一个就是法治 一个是这个英国的 英国的宪政 宪政的猛牙 代义制 另外一个讲中世纪的骑士 还有中世纪的大学 这些对 都对后来 对现代世界 对英国 对美国 都影响非常的大 翻到184页上的 最下面那一段 了解中世纪的英格兰和苏格兰 对恰当的理解 美国的秩序 至关重要 在堪特贝雷的 圣奥古斯丁到来 以16世纪初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起得胜利之间的900年间 英国孕育出了 这样的文明成果 被我们继承下来的 法律体系 这个法律体系 就是指的普通法 普通法 还有代义制政府的 核心要素 和议会制度 以及我们正在说的 语言呢 指的是英语 还有伟大的 早期英国文学 英国文学 莎士比亚 甚至更早 以及仍在影响着 美国社会的 那些社会规范 作为我们现代 经济之基石的 基础性产业和商业 以及被美国 效仿的学校和大学 作为我们物质 遗产一部分的 罗曼风格和英格兰 哥特风格的建筑 以及在美国 民主体制中 仍能找到的 绅士的观念 这些都受了 这个 这个中世纪的 英格兰 苏格兰的影响 梅利坚和中国的 创建者们 认为这些中世纪遗产 都是他们理所 当然要继承的 要是他们甚至 不愿费口舌去赞美 虽然他们应该这么做 在美国实现 独立的日子 古典主义 重新大兴起到 的确 罗马和希腊文明 在当时获得了 国典的评价很高 就是在美国建国的时候 他们对古希腊罗马 有很高的评价 特别是罗马 但是对中世纪 他们很少提 因此 这个 因此多数的建国之父 一般都毫无疑问的 认为中世纪是黑暗的 一个灰暗不明 充斥着暴力和迷信的 而且他们常常 不能区分 九十世纪 真正的黑暗 就是九和十世纪 被赫克认为 是真的比较黑暗 不能区分 九十世纪的 无虚无知 和中世纪文明 辉煌的文化成绩 尤其到十三世纪 中世纪文明 在英格兰 搭到了顶峰 另外 由于早期 美国的新教特征 人们普遍认为 中世纪的信仰 时代是由 罗马天主教会 具有至高 无上地位的时期 与美国人继承的遗产 有点不合拍 但是 十八世纪 最后二十五年 对中世纪的兴趣 确入 并不意味着 美国人从中世纪文明 获益身上 由英国而来 以及某种程度上 来自欧洲的 中世纪遗产 与美国体制 甚至美国人 思想的关系 比希腊和罗马的遗产 更为直接 就是通过英国 继承的那些 中世纪的遗产 原来比 希腊罗马的遗产 对美国来说 更加重要 比如议会议的制度 普通法 司法独立 法治的观念 这都来自于中世纪 建国时期的 美国公众领袖 在向中世纪 寻求教育的时候 有时候会高估 中世纪早期的价值 贬低中世纪文化 巅峰时期的价值 托马斯·杰斐逊 将1066年 诺曼政府以前的 安格鲁·萨克逊 体制理想化 也认为 诺曼政府以前的 英国是一个 特别理想的时代 后来 亚瑟王的 这些传奇 圆桌 骑士 圆桌会议 等等 理想化 但柯克认为 这个理想化错误 说杰斐逊错误的 认为 英格兰历史上 曾经诺曼人的统治 失去了自由 就诺曼人征服英国之后 其实英国丧失了自由 之后来 重复自由的立场 非常缓慢和痛苦 杰斐逊的这一看法 呼应了 诸如弗雷曼 和斯塔伯斯之类的 维多利亚时代 英格兰历史学家 很有名的 不过到了20世纪 像梅特兰和斯坦顿 这样的历史学家会给出更准确的评价 梅特兰历 这个 大名精灵的英国历史学家 杰斐逊曾经想要求 弗吉尼亚的所有学童都学习 安格鲁萨克逊语言 目的是让他们都能以原文阅读 安格鲁萨克逊人的宪法和法律文件 他认为封建之时 诺曼征服着 肆意强加给安格鲁萨克逊人 取代了后边的古老字眼 但是柯克认为 这个看法不对 当然柯克说 安格鲁萨克逊人 当然有一些优点 但是也不要高估他们的这个优势 186月最下面那一段 安格鲁萨克逊人的法律事件 只有一小部分被纳入到了 今天英国和美国的法律体系 就连陪审团制度也是诺曼人 源自欧洲大陆的法兰克王国 建立的审理制度 后来对英国美国影响得很大 尽管在诺曼人统治英格兰的初期 陪审团的组成人员 对于被告人和案件的背景非常熟悉 这一情况与今天 肖像陪审员的做法正好相反 今天肖像陪审员的做法是 是抽签制的 就是说这个陪审员 对这个案件本身可能是不理了解的 但当时肖像陪审员是 就是肖像邻居 或者是周围的人 对案件熟悉的人 今天做法不一样 英格兰的普通法律 有很少的安格鲁萨克逊人的习俗 中世纪有人声称 普通法难括了 从安格鲁萨克逊时代 流传下来的很多旧的法律 不过事实是 几乎所有那些所谓的旧法律 都是罗曼人和军区华王朝的 国王们创制的 这些国王宣称 那些法律在1066年以前便已经存在 仅仅是为了安抚他们臣民中的 安格鲁萨克逊人 托马斯·杰弗逊 继续仰慕 安格鲁萨克逊体制的美国人 如果真的生活在 安格鲁萨克逊社会的野蛮 且实时不利的法律之下 他们的幻想会痛苦地幻灭 不过必须说清的一点 安格鲁萨克逊社会 主要是由小不动产所有者 以及对积极富庸 或者相对自由的人们组成 奴隶很少 欧洲大陆国家 那些严格的农奴制并不盛行 诺曼政府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这一社会特性 因为诺曼人既没有屠杀 安格鲁萨克逊人 也没有把他们变为奴隶 而且那些安格鲁萨克逊人 依旧占社会 英国人口中的多数 如果有人想了解这个历史的话 可以去看一些英国的中世纪的历史 包括诺曼政府之类的政府之后 对英国社会的改变 前两年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大宪章之旅 英国宪政之旅 这考察过很多的地方 包括后来也有这个小峰 做了一期关于英国历史上的节目 他的法治 他的宪政 他的政治体制的严格 应该他现在还没有做完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听 已经做完的一些节目 其中也谈到了这段历史 就此而言 劫飞性的理想型社会 其中大多数人像自由农民一样 享有经济和政治的独立性 在历史上 知根于很早以前的英国经验 美国的社会和政治体制 确实反映了 从英国继承来的广泛的家庭和乡村自由 多数是过往法律之下的自由 一次形成对比的是 欧洲大陆那些 丸烈君主和贵族们的统治 在中世纪 那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居民是农奴 没有可具 具意反对他们 直接主人的意愿的权利 所以这个 这个也要 也不准确啊 这样说 它不是整个中世纪都是如此 以前我讲这个 讲那个课的时候 曾经说过这一点 其实中世纪有一条习惯法 非常重要的 这个农奴如果逃跑到城市里 在城市居住满一年零一天的话 就变成自由民 其实13 14世纪之后 英国那个欧洲大陆 也没什么农奴了 那就是说这个 就所谓的欧洲大陆的农奴 其实不是说 整个中世纪的一千年里 时间里都存在 主要是早期 主要是早期 在13 14世纪之前 有农奴比较多 再次之后呢 随着这个城市的兴起 城市共和国的兴起 当时在12 13世纪左右 欧洲整个大陆 包括英国的兴起了 成百上千个大大小学的城市 他们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都制定了自己的宪章 都类似于大宪章一样 如果你去看那段历史的话 这个 那些城市获得了高度的自治权 享有很多的这个自由和权利 享有很多的自由和权利 那个 当时形成的一个习惯法 就是周边那些乡村的农奴 如果逃跑到城市里的话 你在那住满一年零一天 你就变成自由人 这一下就解放了很多的努力 大批的农奴就逃往城市 所以所谓的农奴制很快就没有了 不像这个俄罗斯一样 沙俄时代一样的农奴制 延续了很长的时间 农奴处境非常的糟糕 非常非常的少 他除了这些相对的地方性自由之外 就是local liberty 托克尔经常强调这个 安格鲁萨克逊人的秩序地 英格兰很少有什么值得说到的 这相对的自由本身就源自 缺少适当的政府管理 克克认为那些自由是因为政府管理不好 正如二十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 道格拉斯·杰洛德所说 安格鲁萨克逊人所创立的 唯一全国性政府机制 是一个个人性且不负责任的王权 国王在距离的代理人 是地方治安官 今天这通常被反映 在英国反映进展 美国警察局长 这是从安格鲁萨克逊时代流传至今的 唯一的职务 而且就连他也已经面貌紧 安格鲁萨克逊时期的英格兰 甚至没有全国性的军队 但这个是不是坏事 这个军队比较早有全国性的军队 后来从欧洲大陆开始的 这些国家呢 跟民族国家兴起有很大的关系 他们就变成了中央迹象国家 特别像法国西班牙 他由于自由是如此的随意 这个不是自由 就是放纵 硬币的另一面变成失序 还是说这个 安格鲁萨克逊人 实际上那一时期英格兰的真正主人 是粗鲁的波爵们 而且他们常常互相争斗不休 正义要靠粗暴的手段来维系 如果他真正得到维系的话 弱势者可能会落得一无所有 就那时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 虽然有自由 但是弱肉强食的 政府缺乏管理 下本那段说 结落的结了写的 当然 亡国在征服前后的社会结构 本质上是贵族制的 每个人都必须有个主人 然而这不过是说 我们的早期历史和现今一样 每个人都受政府的管制 尽管如此 地主是土地的主人 不是超越土地的主人 即使在乡村法庭 法庭主人也只能做主 却不能接断 法庭只能解释 实时区和庄严的习俗 而做主才觉得是 起诉人 没有法官 习俗只有经过同意后 才能改变 这不是能够维持和平和秩序的可靠体系 不过它的确维系了地方权利和个人自由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中发展出中世纪英格兰的普通法或者是案例法 几百年来这一体系有了很大的改进 为今天很多的美国法律奠定了基础 当然这不是说今天从这个殖民地时代 那英国殖民地的人就把普通法带到了北美 实际上英国所有殖民地都是如此 英国人到哪里 他们就会把普通法带到哪里 会改变那里的法律 改变那里的社会 改变那里的法律 司法体系改变那里的政治结构 就是它改变了北美 把普通法带到这里之后 这个英国 这个美国 加拿大 改变了澳大利亚 新西兰 把普通法带到那里 普通法带到香港 带到新加坡等等 所以有人认为这个 英国的殖民地和西班牙葡萄牙的这个殖民地 法国的殖民地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英国人去哪里 就把普通法带到哪里 并且让普通法和当地的习俗 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让他们自己管理 并且呢 要走这个法治的路子 法律更加讲究程序 讲究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规则 讲究规则 所以呢 英国的殖民地 大部分的地方都已经失下了法治后了 但少数地方都没有 没有那么成功 这个非洲的某些地方 但是大部分地方呢 都失下了法治 很好的保护了私有财产 失下了地方自治 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 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那里没有法治 私有产权得不到保护 中央极权严重等等 南北美洲的差别 其实就反映了这种区别 下边他说 不过我们不会到安格鲁萨克辛时代 去寻找代理制政府 或者有效法治的源头 意思就是说 源头其实不在那里 这个是英格兰 安格鲁萨克辛和丹麦国王的议事会 以英格兰的现代议会 或者许多其他代表制的议会 这个毫无相似之处 安格鲁萨克辛人 根据数人之证词 对显一犯做无罪之判决 或者决斗式的审判 令美国的司法体系 有十万八千里 等等 这也不说了 就是说 法治的源头其实不在那里 在中世纪 在征服之后 征服着威廉之后呢 他建造了伦敦台 强化他的那座小城 以及他占领的那个广袤国家的控制 据说他用于造他的那块高地 从被凯撒用来建造的堡垒 但有两个力量 将会对罗曼人国王 和他们的继承者形成的制约 一时差不多 处立在老城另一边的 圣保罗大教堂 以及后来曾在 威斯敏斯特修道院 为泰晤士和上游一殿 议事的国会 伦敦塔 大教堂和议事会 议会议事主都还在 议会大厅局 虽然几百年来历经沧桑 去表明这些东西是中世纪的遗产 中世纪的遗产 反观翻到191月第二段的 英国从11到15世纪的中世纪经验 过于庞杂 我们无法在这里多做设计 在本章当中我们只能勾画一些轮廓 法律体系的扩展 代一致政府的形成 法律体系扩展 就是法治的形成 代一致政府的形成 以及他的歧视精神 还有审视的观念 和经验哲学的思想 以及大学的传统 最后是影响最大 那么下面他就讲的第一个 中世纪的遗产就是法治 不偏不疑是同仁的法律 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就是英国法律理论和实践的精髓所在 法律要公正 要对所有人平等 必须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而且从首批殖民地开始 他就传入了美国 国王本人也受到法律的制约 如果他违反法律 他的臣民就不再有效忠的义务 法律不只是有国王和议会创制 而且还是他们权利的来源 这个说的不是特别准确 法律不只是有国王和议会创制 其实法律 中世纪的法律不是有国王和议会创制的 后边他也引用了那个英国法律家 布瑞克登很有名的话 布瑞克登说 这个不是国王创制了法律 而是法律造就了国王 法律不是国王创制的 相反国王这个职位 是由法律来给他赋予的 没有法律的话就没有国王这个职位 那创制法律是 议会创制法律都是很晚近的事 十八世纪之后的事情 十八世纪之前议会 他的任务主要不是立法 不是创制法律 不像今天的这个议会或者国会一样 当时他的任务 其实就是限制国王征税 这个后边也会提到这一点 讲这个戴一致的时候 批准国王征税 这个这是他的最重要的职能 所以根本上讲 法律体现了自然正义和一个民族古老的风上 我曾经说过在十八世纪以前 整个欧洲人 不论英国人还是欧洲大陆对法律的理解 就是法律是无数代人 智慧经验道德 传统习俗的一种接近 这种观念 习塞罗就已经有这种看法了 古罗马时代的 上一次我们讲习塞罗也提到过这个 他的那种自然法观念 他的法律观念 只是到了后来 十八世纪之后 十九世纪之后 我们才对法律有了不同的这种看法 才认为法律是一种 是立法机构 是一些人创制的产物 这个是非常晚近的一个看法 非常晚近 中世纪的这种法律观 是格格不入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然今天在普通法国家 依然保留着这种 中世纪的法律观 在一定程度上 虽然他们也有了 大量的这种制定法 大量的这种成文法 但是跟大陆法系比较起来 它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观 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法律的思维方式 后边他也会提到一些 跟这个成文法 跟这个法典化的国家 有一些对比 自罗曼人肇事以来 英国的法律就有两个部分组成 拥有两套法律体系 一套是普通法 一套叫横行法 两者都逐渐有过往的法官们 负责管辖 随着司法结构的言化 民事诉讼 有时候我们反映成叫民事法院 高等民事法院 在王座法院 以及财税法院 法庭成为普通法的最高代表 横平法的最高代表是 大法官法院 横平法院 尽管大法官法院的两个法庭当中 有一个也是普通法 这些分工在英国 从罗曼时代一直延续到了 1873年 先来谈谈普通法 普通法建议成文法 可以翻译成制定法 以及不同拥有主权的政治机构 发布的成文法律 普通法建立在西苏和歇利的基础上 尽管这些西苏和歇利 都是全国性的 而不是地方性的 普通法是有机延化的成果 奥甘尼克像树一样 慢慢的长大 慢慢的成长 慢慢的演变 产生于几百年中 法官基于民众公认的 正义原则的判决 它是规范性的法律 规范性就是说 它是要求你 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源自共同体力的人们 很常识心理的人际经验 是习惯性和传统性的法律 就刚才我说的 它是无数代人智慧道的经验传统 这样的一种接近 也是英国 以及从英国接受 它的许多国家的基本法律体系 就英国的殖民地国家 在英国以及这些其他国家 所有其他形式的法律 都发育的比较晚 而且它们部分人为了 处理普通法 无能为力的案件 之所以后来又 有大量的成文法 什么的 那就是因为普通法 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 然后或者新的这个问题 然后才有了这些法律 普通法呢 又被称之为是不成文法 而且它可能一开始就这样 不过很快 普通法法官的裁决 开始被记录 判决开始被记录下 于是大量的判决数 就累积起来 其中就有可确认为了 是因为类似案件 类似性的新案件的那种先例 因此普通法也是阿里 把他讲究要遵循先例的 基他复杂的法律判例体系 所有法官在当下和未来 都当据次做出判决 但一个是为了公正外 为了一致 为了采决演一下的案子 他们必须参照已经确立的 先前类似案件的判例体系 另外一个也是对于 长期以来这种习俗 传统的一个尊重 或者更准确的说 普通法法官应当听起 对立的诉讼当事人的辩解 而作为当事人的两造 会以用先例来支持自己的主张 法官的裁决会有利 去律师最让人信服的 证明先例支持几方立场的当事人 在普通法国家 在法庭上的话 双方的律师呢 都尽力找 这个有利自己的这种先例 这种以前的这种裁决 来支持自己的主张 来支持自己的主张 哪怕是刑事案件当中 也是如此 是吧 这个检察官也是找 对自己这个起诉 公诉主张 对自己有利的 这样的一些判例 那么被告人的理事同样如此 同样如此 双方 谁能说服法官 谁更有理 最后法官会听谁的 所以按照这个谁的来裁判 而不是法官主导 在大陆法系国家是 采用的是一种叫纠问制 普通法国家采用对抗制 双方对抗 法官只是一个第三人 一个中裁的一个裁判 他不占主导地位 在大陆法系 成本法系国家 那法官是在主导地位 实际上普通法 可以被称为非法典化的法律 而不是不成文法 他也成文 不一样 他不是一个法典 一个国家的正式法律 通常没拿入一个正式的法典里 不过普通法是一套不同的体系 更复杂 基于许多的卸力 也不是系统的法律汇编 换一种说法 就是普通法不是由立法机构 或者议会通过的法律的集合 或者有主权者发布的命令的集合 可以说它是人民的法律 也就是说它是人民在无数代 在生活当中互动 互动相互发生各种各样的社会法律关系 所导致的一种产物 相互打交道的一种产物 各种人一人之间活动的这种产物 所以它是民间的 它根本上是民间的 不是官方的 不是来自官方 那么法官在法庭上的裁判 仅仅是确认或者认可 梳理 总结出来 这些规则是什么 是什么 而不是说法官创制了这些法律 因为在几百年的实际案例 它取材于实际法律纠纷的具体案例 且因民众的认可 其公平性而得到了背书 普通法无需要 利临国会的国王会 类似于政治权利实体的批准 因此普通法最突出的一点 是判例居属原则 就是遵循先例原则 也遵循判决的先例 所有法官案例都接受以前裁决的制约 这件事学法律的这个书友们可能都很熟悉 判例居属原则的目的是确保各个年代和时间点都能有公平的司法时间 法官不能随意的创制法律或者采决案件 或者偏向特殊环境的个别人 他必须遵循累积的法律习俗和经验 这样才能保持公正 而且人们的行动是确信不会随意改变 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 普通法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 它有通常有陪审团制度 这个特别是在刑事案件当中 今天民事案件当中已经很少了 刑事案件当中的陪审团还是非常的重要 一般而言其他法院基于不同的司法规则 其采决法官其他法院这个指的是这些非普通法的国家 这种意在考察实情的陪审团在当代 是英国和那些模仿了英国普通法体系的国家所特有的 普通法国家才有 大陆法律官也有叫陪审制 那完全不一样跟这个 罪或者无罪 必须有自由人在公开的法庭当中 做出裁决 就是说陪审团的成员 有者里决定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罪的 而谅刑是由法官来裁决 而且法官无法推翻他们的裁决 无权推翻他们的裁决 不管陪审团制度有什么缺陷 参加陪审团就成了对公众定义有关 法律性质教育的强有力所 另外陪审团是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形式 这是带一支政府 首先出现在英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在参与普通法下的陪审团 让自由人学会了承担对公共事务的一份责任 这一点没有人比脱口尔这个串事的更加 更加这个 精荡了 有兴趣的 所有们可以去看的美国的民主上见当中 他对陪审团的这个讨论 非常非常 这个精彩的一些讨论 不详细说了 这个时间关系 那么下边他还讲到普通法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对抗制 刚才我也提到了 他跟这个大陆法系国家不一样的 在这个普通法的法庭上 这个当事人双方那是占主导地位的 法官只是一个中间人 而且正因为这种对抗制呢 就发展出来一些非常特别的一些法律原则 后来都非常重要 成了法制的一个部分 看到193页最上面那一顿 在这个和许多其他问题上 普通法上那些适用于他的人 前有在罗马法系 就是大陆法系的法院中文所未闻的特权 在后者一般而言 国家的利益是第一位的 就是在那些大陆法系国家强调的国家利益 特别行示范罪当中 比如说普通法下的被告人不能被强制作证 不得强迫这个自证击罪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如果选择保持沉默的话 他可免于自我进来 就还有沉默的权利 这也非常非常的关键 后来就被其他很多国家 包括大陆法系国家也都借鉴 承认了这些规则 还有在普通法下有复杂的令状体系 使得个人相对轻易的 已经享有司法公正 任何人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 都不得被监禁 而且他必须被迅速审判 没有逮捕令 你不能逮捕 不能关押人 而且逮捕之后 还在迅速审判 还有迅速审判那种要求 那个令状体系在英国历史上 是非常复杂的 没有某种特定的令状 你就是不能抓人 公民权利 受陪审团制度 陪审团制度的保护 因为如果没有12位独立公民的认可 国家任命的法官就不能执行 既有政治势力的政策 就连国王的大臣们 如果非法干涉臣民的权利 也可能会根据普通法被起诉 要求赔偿损失 或者可能被普通法法庭 指控犯有刑事罪行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 被称为普通法的司法 保护私人免受掌权 这私议行为的伤害 所以这个司法 是指的这个 大陆法系说的这种民事法律 刑法里面保护私人的那些行为 同样很重要在普通法 因为普通法里面不区分这种 什么公法司法 所以它里面其实是大杂费的 公法司法都有 当然有刑事的法律 那刑事的法律 今天在大陆法医院 被称之为公法 不是私人 在美国 许多最初守普通法保护的公民权利 被写入了权利法案 就是前十条修正案 那里面 比如说一个人 得到律师辩护的权利 不得自证其罪的权利 这个有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 等等 很多的权利 那都是来自于普通法 后来都写到了 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 他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 是托马斯杰菲逊和他的盟友们 宣称英国的普通法 没有在新生的共和国的实现 为什么写下来呢 就是说普通法的一些原则 没有很好的落实 所以要写在宪法上 另一方面 支持普通法的美国人 一般都基于下属理由 反对前十条修正案 就是当时这个 执准宪法的时候 那有争论 一些人主张要写上 这些公民权利 另外一些人说 你不应该写 你写了的话 因为你挂一漏万怎么办 你写了一些 另外一些没写 另外一些没写 是不是意味着 公民不想要这些权利 所以当时有两派争论 就我们蒋连满党 我们集的时候 说过这个问题 包括这个大明廷的 George Mason 就在这个制案会 接受的时候 他拒绝签字 说没有权利法案 我不签字 他就回家了 然后后来为了妥协 为了让这个宪法 能够设立的通过 那么麦迪逊就同意了 起草一权利法案 他自己亲自起草 前十条修正案 后来1791年的时候 通过就变成了 美国宪法的一部分 然后这个问题就化解了 所以柯柯在这里 也提到说 普通法已经 而且必须同样在美国 占据主导地位 普通法已经让公民 获得类似的保护 在宪法上 再注意列举 目前公民权利 可能会危机那些 没有在其中提及的权利 无论如何 杰斐逊的权利法案 修正案 只不过是重拾了 普通法原则 这不是杰斐逊 其实麦地逊 当然杰斐逊支持 其他的当时的国父们 也后来都支持了一个 只不过重申了普通法原则 从渊源上来讲 普通法对美国 个人自由的贡献 可能高于任何其他来源 非常非常重要 普通法是美国秩序的 这个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可以说是 因为普通法的很多原则 就有利保护个人的自由 尽管有这些优点 中世纪的普通法 通常会变得奸化 有时还会变得粗烈 只求符合文书的字面意思 而顽固公平的精神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后来又发展出了横平法 为什么要发展横平法呢 说国王们 针对这种毫不妥协的 严格遵守先例的做法 搞出了一个应对之策 为了减轻国王良心上的压力 他们求助于大法官法 法院做出的横平或者公平的裁决 假如普通法无法涵盖 某些新的案件 或者为严格适应的普通法 似乎让当事人 无法获得合理的救济 无法得到正义的话 那么大法官法院 就会出于公平的考虑 接过这个案件 或者这类案件了 几百年来 许多诉讼当事人 可以做这样的选择 他们的案件 是在普通法庭 还是在横平法庭审理 但是到了后来 同一家法院 同时就管辖普通法 横平法的案件 实际上普通法院 那样完全受権利的约束 也就是说 他们身受権利 并不是僵化的 其实他们也会 也会改变権利 发展出新的権利了 法官们可能根据 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环境 解释権利 并事实上 依此确立更适合 不同时代的新権利 不过普通法的下属原则 得到了违复 而且现在仍然延续至今 普通法就连续性 反对新花样 这确实是 普通法讲究这种 稳定性连续性 反对不断地 搞出新的东西 在判决法律案件时 基于长期以来 被视为公正 具有约束力的 长期规范 普通法是经验性的法律 基他基于人类 许多世代的经验 而这些经验 很好地检验了 其实用性 检验了实用性 仅仅经验 就足以成为 正义的引导吗 不是一定要有 某种神学 或者哲学力 为积极经验 服役意义吗 智慧发达于普通法法官吗 进一步追溯这个问题 在中世纪的英国 普通法 恒平法也都宣称 他们的合法性 源自既有的习俗 或者当地的论理观念 而不是源自罗马法 所以有一段时间 就这样延期 罗马法在英国 也受到禁止 但后来 然而事实是 罗马法的源自 构成了普通法中的 一个要素 在恒平法中更是如此 英格兰人 首先通过教会法 对中世纪的法律 是多元主义的 他有这个 有这个国王的法律 后来形成普通法 也有教会法 还有庄园法 就是这个封建的庄园上 还有城市法 城市有城市的法律 它有各种各样的法律体系 教会法 有教会法庭 很多重要的那些 那些案件 其实都在教会法 都归教会法庭的关系 但是法庭之间 当时的这种法庭之间 形成了一种竞争的 这个趋势 就是后来迫使 这种普通法的 这个法律成绩 不断地得到完善 也跟这种法律多元主义 有很大的关系 英格兰是通过教会法 来了解罗马的法律观 讨论很多 这个罗马法的影响 我们就不一一说了 翻到195月最下面 他说普通法为何如此重要 部分原因在意 它是英格兰良善秩序的基础 自由社会的整个结构 由此而生 并成为其他自由社会的典范 以它法律 要真的能够被执行 它就必须得到生活 在这种法律之下的人们的 自愿认可 稳定的政府源自法律 而非法律出自政府 所以这种 政府来自于法律 不是法律来自于政府 如果政治当局在半部 实证性法律的时候 汪固大众的认可 人们就会逃避 或者伪逆那些法律 对法律的敬畏就会衰弱 减弱 如此一来 在司法 正式对成文法的这种抵制 不尊重这个人们的习俗 他们的经验 不得到他们的认可 人们就会抵制这种法律 法律没有权威 人们就不会守法 于是英国人将普通法 看着他们的法律 也及他们历史经验的常务 他不是自上而下 强加给他们的注意 不是自上而下 而是自下而上的 不像这个 大陆法系国家一样 自上而下的 或者是专制国家 这个法律的制定一样 强加给人们 虽然得不到认可 但是强力推行 所以人们就违反 人们就藐视法律 或者法律 得不到良好的执行 法治也无不从建立 既然如此 他们中的多数人 都自愿遵守法律 以前我记得 讲这个人的时候 说过 英国人喜欢他们的法律 不是因为他好 而是因为他老 都是古老的 都是几百年延起下来的 因此一直到当代 在所有主要的民族当中 英国人都是普遍 最守法的民族 这种自愿守法的做法 使得下属现象成为可能 英国人团结 一致敌于外敌 所谓原有的方式 和神圣的变革 相互协调 物质上繁荣起来 普遍遵守普通法的 其中一个不小的好处 是合同一般会被执行 合同得到很好的执行 这样的话 商业贸易 是不是就会发展起来 大大触及了英国国内 和海外贸易的扩张 如果说普通法 是秩序的基础 它也是自由的基石 以前曾经有人 对普通法做过 如此之高的评价 说没有人甚至包括国王 高也会超越于法律 才不就是提到 这个刚才我说的 这个英国中世纪 最重要的法律家之一 Blackton Blackton他曾经写道 国王本人不应当在人之下 国王高居万众之上 但是应当受制于上帝和法律 因为国王来自于法律 因此国王要把法律 赋予他的东西 也就是主权和权力统治 就是因为统治却 还给法律 因而在意志而非 法律占主导地位的地方 国王是不存在的 没有法律 只有意志的话 那根本就没有国王 法律是对国王的限制 虽然国王无法被起诉 这下边也提到这个 英国法律史上 后来发展出一个原则 叫做 The king can do no wrong 就国王不可能犯错 国王既然不能犯错 所以法院就不能起诉过 法院不能起诉过 但是国王下边的下属 这些大臣这些官员们 要犯错了的话 可以被起诉 所以有很多案例当中 那些大臣 那些官员就宣称 他就是国王 他替国王执行人命令 那也不行 然后辩护人就会说 你不是国 你不是国王 虽然你是国王派的官员 但是你不是国王本身 所以你是可以被起诉的 我记得那个 当时发生在美国的 那个言论自由第一个案 就是1735年的 曾格尔案当中的 那个殖民地总督也是 殖民地总督 当时有 这个曾格尔办一下报纸 然后报纸上经常发表 批评他的文章 结果曾格尔给逮捕了 然后这个 这个在这个 起诉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曾格尔说 说他没有错误 那个总督犯了很多的错误 然后总督为自己辩护说 他是国王派来的 自己跟国王一样 但事实上 那个律师们 反对 这个这种看法 否则是这种看法 他法律是对国王的限制 虽然国王无法被起诉 人们却可以向他陈情 如果他在受到合理的陈情后 仍然不兵宫行事 国王自己的 大委员会 就辅佐国王的委员会 或者贵族和民众 就可以限制他的权利 在布拉克顿写下这些文字之前 不到半个世纪 约翰王就是被如此对待的 大宪章 被迫签署大宪章的 那个国王约翰王 贵族造反了 而且那以后 而且以后那些 试图让自己领驾 于法律之上的国王们 也将受到如此的待遇 这就是法治 而非人治 政府原则的开端 法治的开端 就是国王受制于法律 或者叫王在法下 这是法治的开端 非常非常重要 没有这一点的话 就没有近现代以上的 英国 美国的 宪政 这不可能建立一个 真正的共和国 大爱德法 一世世纪 以及十三世纪 最后的二十五年 普通法已经如此根神 底估一致 没有国王能够伪立他 不管他有没有其他想法 然后后边他也讲到 这个英国后来兴起的 这个律师会馆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在英国 这个律师或者法官 法律人的培训 都是在这个会馆完成的 当时 这大学历是不教授法律的 要想 从事法律职业 当律师 当法官的话 也到这个会馆去 进行学习 这个会馆实行的 一种学徒制的教育 跟师父跟徒弟的 作坊里培训一样 在学习 所以他们有着高度的 这种认同性 这些接受 这个会馆培训的这些人 以至于他们能够 有共同的思维方式 共同的偏好 甚至是 而且在关键时刻 能够联合起来 抵制国王 这个我们不展开说了 看197页 最下边那一段 他在美国 除了新教主义和殖民地的社会经验之外 普通法的原则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力 超过了所有其他因素 殖民地的特许状 将普通法引入到了每一个殖民地 18世纪最后25年 美国主要的公众人物 特别是其中的许多职业律师 和他们在19世纪的前25年的继承人 都熟读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 普通法提倡者的作品 他们了解戈兰威尔 另外一个中世纪的话 布里克林 科克 科克 反正库克 那个发音是库克 拼写是库克 埃德卫的库克 埃德卫的库克爵士 那是十六十七世纪 最伟大的普通法的法官之一 他后来有那个著名的反抗詹姆斯一世干预司法的这个故事 还有其他人 马修黑尔啊等等 包括布拉克斯顿 当时的美国国父们都很了解布拉克斯顿的著作 然后下边一小节讲这个英国宪政 就很大程度上呢 还是揭续了这个法治来讲 讲到这个代议制的问题 现在议会的问题 他将中世纪看作一个漫长的独裁时期是错误的 纵然那几百年间发生了很多的暴力和凶残事件 但是直到瘟疫复兴时期 政治上的专制主义都是例外 也就是说中世纪是不是专制主义 而不是常态 现代极权主义式的警察权力还没有出现 强有力的教会常常制约国王和贵族们 获取更大的师储权力 中世纪的国王通常是同才之首 也计多个贵族中的最大的贵族 即便他想要拥有统一的力量 他仍旧没有获得这种独断权力 所需要的金钱和职业军队 也就是中世纪的这种社会结构 其实是很好的防止了 抵御了国王拥有专断的权力 一方面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的这种抗衡 另外一方面是教会 教皇和国王之间的抗衡 这都很好的制约了国王的权力 防止了国王变得专制 这个阿克顿新队曾经很精彩的讨论过这一点 他正是在这种权力的竞争当中出现了自由 人们前有更大的自由 你看他说这个 全上罗马帝国皇帝本人最多只能支配 热尔曼人和意大利的很多地方 却没有古罗马皇帝的那种最高权力 在封建体系内 丰富的多样性和相当程度的自由是可能的 这种地方自由尽管这种自由现代自由有所不同 那种local liberty那种地方的自由 所以封建体制下 这个我之前应该说过 我们中国人对封建极大的这个误解 错误的理解 经常把这个新以后的中国都当做封建时代 这是完全错误 欧洲这个封建时代 它的这种社会结构 其实造就了 它是一个多中心的社会 不是一个单中心的社会 没有所谓的最高或者至高无上的权力 要是这种权力在 权力非常分散和制衡 就像那种法律是多元 是多元的一样 多元的一样 还有包括下一段 他提到这个封建契约 这种契约非常重要 就是他很好地维护了一种国王和贵族之间的 这种平等的关系 这种契约关系 双方都要遵守契约 也要履行这个契约 不能随意违反 随意违反的话 对方是可以不像你履行义务的 下面还讲了这个 199月到时候第2段 封建结构之外 还有教会和自治市政 你看巴勒这个词出现在英国 它本身就翻译成自治史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 它有商人和手工业的族上 有围墙的那些城镇 持有国王或者没有王公贵族办法的特训状 刚才我已经讲过这种中世纪的 它的城市 它的自治市 它的城市共和国多么重要 它有兴趣的 可以去看一本小书 最叫中世纪的城市 是比利时的一个历史学家写的 非常的精彩 也可以去看一看那个 波尔曼的法律革命当中的 有一章也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这些特训状 赋予了这些市民很多的权利和自由 让他们能够高度的自治 然后我们反过来翻到这个200页 200页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 除了讲这个法律说 这中世纪除了法律重要之外 那么英格兰的这个制度 另外一个重要的制度 最重要的就是代理制政府 孟德斯就在18世纪中英写到 自亚历史多德以来 政府管制记忆发生的 唯一的重大变化 就是代理制政府 差不多整个欧洲 以及整个自由世界 现在的代理制政府 都要归功于英格兰树立的榜样 如果没有代理制政府 现在的大国最好的归宿 要么像罗马帝国那样的帝国架构 要么就再次解体为承邦国家和州 其中的普通公民 能够直接表达自己 就那种直接的这个民主制度 尽管美国人将抛弃 只有象征性权利的英国国王 和拥有实际权利的英国议会 但是美国的政府本质上 是英国民众代议制的延伸 美国虽然没有介绍他的议会 他的国王 但是代议制就接受了 后来把这个下本就 这个带一直追溯到 这个大宣章的时代 这个我们不详细说了 下本那一段 二百页最下本的 随着封建时代的西奥市 大宣章中的多数条款 已经失去第一 不过大宣章 其中一个基本原则 虽然在那个文本 本身里没有被详细的说明 就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项原则融入 十三世纪发展中的普通法 并出现在后来的 王氏特许状 和法令当中 成为英格兰宪政的基石 它就是法律至上的原则 存在着所有人 都必须遵守的持久法则 国王本身是法律之下的 众人中的意味 这项原则又导致 另外一个原则 如果国王违反法律 侵犯其成熟的权力 那么贵族和民众 就可以剥夺他的权力 那么问题是 你怎么剥夺呢 然后你看到 二百领一页 第三段中间 几乎一直到 中时期接触的时候 英格兰的所有国王 都必须重新确认 大宪章的有效性 国王受法律的约束 要否认这项原则 已经不可能 可是如果国王违反了法律 谁又能在 不发动内战的情况下 制裁他 代理制的发展 提供了这一问题的答案 那就是议会 我们在这里 只能谈谈议会 在中世纪发展的主要阶段 在国王和贵族冲突 不断的情况下 双方都觉得 有必要寻找大委员会 大贵族之外的支持 实际上就是 所有贵族之外的支持 为了获得这样的支持 其他阶层和阶级的代表 就必须要参与协商 如果需要钱 眼光就必须超过贵族 就是说你要向平民 这个寻求他们的帮助 一般来说 当时的欧洲工人 存在了三个阶级 和三个社会阶层 教士 贵族和平民 为了对抗贵族 怎么呢 国王要向教士和平民 进行寻求帮助 获得他们的支持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有召开议会的必要 获得他们支持 你要选代表 那么202也善罢了第一段话 第一句话就说 贵族和国王先后 邀请平民代表 参与王国实务的商团 13世纪后半期 大委员会开始将其 确立让渡 一个更有代表性的议会 到了1295年 强势国王爱德华 一直召集了 一个代表 所有阶层的模范议会 因为需要帮助 用于对抗法国人 和苏格兰人 议会的组成人员 包括也有大委员会的 那些高级教师 高级陈属 以及每个眷的两位骑士 等等 骑士就是一个 类似 法国也有 其实 法国一直到大革命之前 都有这种所谓三级议会 那么后来一直讲 这个议会的发展 代致的发展 以及他的 对国王的影响 或者是控制 那么到后来 203页上 他提到了 议会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是干什么呢 就限制国王的征税权 由于贵族们的抗议 爱德华被迫1297年 发布他的宪章确认书 届次重申 他将遵守以前的惯例 在没有王国各阶阶的同意时 不能征收封建税额 以外的特别税 众人知识 必须有众人认可 就可以翻译成 未经当事人同意 不交税 无代表 后来无代表不拿税 如果一个人 没有自己选的代表 在议会 进入议会的话 召集议会 那么他有权利拒绝交税 这个原则在西方八百 差不多八百年前 就已经确立了 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离他还有多远 因此财政权利率 转入正开始变得明显 以现代下议院 类似的议会之上 只有全国性的代价机构 才可以批准增加收入 这在美国宪法上写 要想增税的话 只有这个众议院才能提议 这将成为正在出现的 英格兰县制 与后来模仿的 所有县制的首要特征 这使得议会 能够在某种程度上 控制国王的行动 因为你控制了他的财政权 控制他的争取意见 其他权利也就控制了 因为他没有钱 什么事都做不了 或者禁用美国人 今天的手法 这种功能 将让国会或者州的 立法机关 能够有效的制约 政府行政部门的权利 如果没有资金 政府就什么也干不了 甚至无法给人民支付报酬 因此所有现在大一致政府 都将财政控制权 交给了议会机构 那么除了这个 财政权利的这个 掌控之外呢 中世纪的议会 还有一个控制王权的手段 就是弹劾 那204页上头的第二段 将国王赶下王位 会让国家极其瘫痪 通常会导致内战 而国王的臣谱 可能会被追究 随意妄为的责任 于是国王不可能 犯错的理论诞生了 刚才我提到 意思不是国王 具有没有瑕疵的美德 而是如果议会 非得让某人 承担做错事的责任的话 你不能对准国王 要他目标 对准国王的大臣 弹劾程序 开始于14世纪的 最后25年 由于弹劾 可能意味着 范式的官员会被斩首 所以他对王室的行为 取得了 其他的惩戒作 你下而易见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没办法 弹劾或者惩罚国王 你可以弹劾那些执行者 对吧 这其实对国王 沟通了一定的制约 人还要考虑考虑 到底该 所以呢 那么到了 其实中世纪的晚期 这种代仪制 已经在英国 可以说是形成的 204也最下面那一段 大约在15世纪的中叶 某种类似 带一支政府的东西 在英格兰 已经有迹可行 自杀在理人上 法律是至高无上的 国王受守法誓言的约束 如果没有议会的同意 他不可能修改法律 或者征收薪税 在郡法庭 或者自治市政 举行的选举当中 民众从自己人中 选出其在下议院的代表 而且这些代表有免受干预 生活逮捕的特权 就是你在一会发表什么演讲 不能被逮捕 弹劾的威力阻止 或者至少抑制了国王 臣朴的肆意妄为和腐败行为 没有人民代表的同意 征税是不可能的 五代表不拿税 已经牢固确理下来 这就意味着国王及大臣 必须严肃地对待人们 不满的陈情 这样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 都不会长久 在中世纪接近接触的时候 英格兰想要比任何其他国家 都有更多的秩序 正义和自由 当然后来把这个传到了美国 那么下面第三节 讲这个信仰之鉴 其实不讲信仰本身 讲这个 咱前面讲了一些圣徒 这主要讲歧视 而普通法和一回发育的时期 也是14年东征的时期 中世纪欧洲有两类欺人 一类欺人是伟大的圣徒 还有一类欺人是伟大的骑士 后来他们的一波传人 变成了学者和绅士 这一部分呢 讲了很多的故事 没有特别多的难的地方 或者理论的什么可说的 大家都可以看懂 讲这个弗里德里克 幽兰德 讲这个有趣的这个事情 然后呢 有一点翻到211页中间 就第二段 第二段 逐渐的歧视理想 延伸出了绅士观念 后来的英国这种绅士观念 就跟歧视有关系 18世纪的埃德蒙伯克 后来说的 欧洲文明有两大的力量 一个是基督教信仰 一个是绅士精神 绅士精神就来自于 这个这种歧视 中世纪的歧视 这一段最后一句说 切斯丹顿曾经写的 一位高瘦愚蠢的歧视 永远都是在做无用功 不过也不全是无用功 因为荣誉感和责任感 以及信仰之间的 某种程度上 是由中世纪的世界 流传及了后代 这样就 翻到212 第二段 说美国没有贵族 然而上述模仿人物 没有被殖民地 以以后时期的人们遗忘 提到说 约翰·史尼斯船长 带领着早期的 弗吉尼亚殖民地 所能动员起来的 全部武装力量 他就像圣骑士 和突厥人的战争 充满着半喜欢 半真是传奇贵族 美国后来没有贵族 但有绅士 他们的勇气非凡 其中的一位 不怕拿起刀剑 他就是乔治华盛顿 乔治华盛顿的绅士 另一位是后来的 弗吉尼亚人 罗伯特·李将军 李将军曾经说 战争如此残忍是好事 否则我们是会喜欢上 战争太残忍了 这很好 不然的话 战争要不残忍的话 我们都喜欢上了 据说绅士是从来不愿意 这样自称的人 确实今天很常有美国人 声称自己有绅士风度 然而中世纪的这些 大手大家的心区 给后世馈赠了一种 勇敢正直和珍惜荣誉的精神 有时还有慷慨大度的精神 这些精神并没有 拾起其所有的价值 波克也曾经讲过这个问题 所以自然贵族的品质之一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绅士风度 就是这种 无畏的精神 这种荣誉的精神 这种正直勇敢的品质 那么 下面一小节讲这个 大学 讲这个经验学者 和后来的这个大学 在这个一般的历史教科书上 都对中世纪的经验 哲学有很多负面的这个评价 这个是完全错误 经验哲学对后来的这个 这个 无论是 哲学本身的这个贡献 还是对这个社会的这个贡献 大学的贡献 对思想 思想的这个 观念的发展 演变的这贡献 都是非常大 因为经验哲学 其实就是中世纪的那些 基督教哲学 其实已经几乎绝迹了 可是学者的数量激增 中世纪一战 我们有一个从未中断的遗产 遗产的就是大学 大学的功能在整理和完善知识 这一功能的系统 运作开始于十二世纪 如果没有 它现代文明就会垮掉 没有人整理完善知识 213页第三段 经验学者 也就是中世纪大学的 基督教哲学家 超越了民族和语言的界限 因为大学的语言是拉丁语 不是各地的方言 而且教授和学生 无需费劲 便可以从一个国家 流动到另一个国家 其教学和学习生活 无需考虑政治效忠的问题 大学一次本身就意味 在帐篪交校 一切 地康